火锅大家吃的多了 但这一家发源自古来老街的台式火锅 锅妈 静年可是火红得很 除了鲜甜入味的火锅汤料 这里的卤肉饭和黄纸面 也是许多吃货追捧的 这家店的业者 母亲是台湾人 父亲是大马人 锅妈顾名是意就是有妈妈味道的火锅 尤其凭着母亲祖传的火锅秘方 既独特的台式麻辣汤底和金瓜牛奶汤底 更是吸引本地火锅爱好者的光复 汤头选用16种香料药材熬炖而成 而且坚持用小火慢炖8-12个小时 至于火锅选料 无论是猪肉海鲜都是采用新鲜食材 只有牛肉和羊肉是冷冻肉类 每逢用餐时间 锅妈火锅几乎坐无休息 尤其每天晚上过了七十 更是一味难求 不等上一到两个小时 还真吃不到呢 你好我的名字叫蔡文琪 我们是锅妈火锅 在六年十个月前 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 开了我们的第一间火锅店 在古来大街 然后今天我们目前已经有了五间店 那分别为两个模式 一个是吃到饱 还有一个是套餐的模式 那今天你们来到了我们套餐的模式 我们套餐里面分别有六种汤头 然后都是天然炖汤 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卤肉饭 都是在这边非常受欢迎的 这里的菜式是不错 而且是经济识会 每个人都吃得起 而且这里的卤肉饭 那个猪肉片 还有海鲜都很新鲜 我们也很喜欢 我们经常都会上来这边 如果没有预定的话 或者是没有提早来的话 通常要等一到两个小时 通常都是吃金瓜牛奶 对因为金瓜牛奶 只有这一间粉行有 然后还有我们会吃它的乳肉饭 他们的汤头 金瓜牛奶跟其他汤头都很入味 我时常来这个古来IOI的姑妈 她的汤底非常好 麻辣汤底非常的好 她的胡椒粒弄到那个麻辣火锅 非常的很香 一个礼拜最少会来三天 是这里的常客